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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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说法全都有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官方准确的确认 所以很多的营销号都打着一些蹭热度或者是不得关注流量的一个目的 进行各种的宣传和爆料 这次一博在采访当中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也让粉丝们有了更加明确的期待 甚至很多粉丝表示 王一博绝对不说假话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所以说实话呢 一博也被粉丝亲切的称作是经常爆料大瓜的播主 在镜头那面前呢 王一博确实采访的时候很少说假话 一般对于他不想回答的问题都是很直接的拒绝回答 反而是他说出来的就一定都是事实 那他说年初就一定是年初了 在这次采访当中 一博不仅说自己的两部就在年初会播出 当被问到还想去尝试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 他也表示很想言反派 这个愿望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从陈其令播出之后的后续相关采访当中 一博就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件事情了 希望有导演能够听到一博的心声 将来准备好本子 给一博一个试镜的机会 相信一博的演技和表演天赋 即使借一个反派也会更加的迷人和赵人喜欢的吧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还听网络上什么雾七妈黑的营销号或者是小道消息啊 如今正主都官宣了 还要相信别人吗 我们只管期待就完了 这两部剧在明年年初上映 想必又将会是一博罢评的一年了 在这两部剧杀青之后 王一博是否还会继续进剧组 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出来公开他的行程 但是一直传他和黄轩即将拍摄的古装风起洛阳 这个消息也络绎不绝 甚至最近天官赐福进行影视化的消息 对于选择角色 王一博也被cue了 到底他是否会出现在这两部作品 我们只吃瓜就好了 不要太认真 毕竟我们都应该等待王一博的消息 等待正主的官宣 不要随便被网络上面的各种真言假假 虚虚实实的消息蒙蔽了双眼 摩托姐姐们多加专注一博自己就够了 让我们怀揣着期待 等待着谢允和陈宇的到来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